哈喽 大家好 我是Kenny 今天又要来给大家分享一套倍插主机方案 而这次的方案是来自微星家的Project Zero 那它的倍插方案体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本期节目将来和各位一一分享 关于倍插设计所带来的变化 在之前不少关于倍插相关的节目里头就提到过了 简单来说就是将大部分接口都转换到主板的背面上 只保留CPU、记忆体内存、PCIe和M.2接口在正面 主要目的除了让主板正面看起来更加的干净整齐以外 也起到了方便维护和排查测试的体验 当然缺点自然就是对于机箱兼容性有一定的要求 以及其他比如无法在安装之前做简易开机测试等 因此就以目前倍插设计的形态来看 它不会是完全期待传统设计 只会和ITF主板一样 延伸出另一条不一样的生态 大致说完倍插方案的理念与思路之后 现在就来好好介绍本次装机的配置了 当然作为一套倍插主题的配置主机 最主要的自然还是主板 这次拿到的是来自微星的G790 Project Zero 整体配色采用了黑色PCB搭配大面积的银白色散热装甲 由于接口都移植到了主板背面 正面看起来真的显得特别干净和整齐 主板采用了14加1加1项的供电用料 带旗戒CPU肯定是没问题的 破产性部分也提供了PCIe 5.0x16的显卡插槽 未来的PCIe 5.0协议显卡也能够完美支持 另外也提供了高达4个M.2插槽的支持 并且均支持PCIe 4.0x4协议 同时也都采用了快装设计 无需螺丝道也能够轻松安装M.2 SSD 此外后置接口也还给到了一共8个USB接口 其中一个USB-C口还是提供了20G的速率 并且也支持最新的外配系无线网络 当然MSI G790 PROJ G0主板的一大亮点 自然就是移植到主板背面的接口了 所有接口都特别设计在主板的边缘位置 使得背插的体验会特别理想 接着就是背插主机非常重要的配件 机箱同样是来自微信家的MAG Panel 100LP 以及白色版 机箱底细为518.7×290×482毫米 重量为11公斤 而它与主流的海景房机箱稍有不同 这款机箱采用了更有立体感的三面玻璃异形设计 同时也使用目前主流的5A柱设计 整体的透视效果会更加开阔 此外机箱的透气设计也非常到位 在顶部、侧面和底部都有非常多的通风网口设计 并且都预装了防身网,日后要清理微尘也都是非常轻松的 金箱的IO接口设计在底部位置 提供了一个20G的USB-C口和两个5G的USB-A口 支持最大EFTS规格主板 同时主板为预留了非常多的开孔位 自然就是支持背插设计的主板 风扇位一共给到了10个12厘米 并且能够同时兼容3个360冷排 而风扇和冷排扩展性还是非常长汗的 显卡长度最长能够兼容380毫米长 几乎能够满足市面上所有的主流显卡 并且出厂也就自带了竖装设计 理介绍部分除了能够支持20厘米的电源以外 还提供了两块遮线板 能够将线材很好地给隐藏起来 这部分的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整体来说这款机箱还是有非常多亮眼的地方 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 把背插主题最重要的主板和机箱介绍完毕后 接着也要来介绍本次其他搭配的硬件选择 水尾器依旧是老模Intel Core i7-14700K 至于为什么不用14900K嘛 我想你们应该懂的 显卡是微星的RTX4070Ti Super 16G 万图斯三风扇OC版 算是众多RTX4070Ti Super款式里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 硬盘是微星的Spectium M580 PCIe 5.02TB SSD 自带的散热模组非常夸张而且还带双热管 可惜主板本身的M2插槽不支持PCIe 5.0 所以只能跑在PCIe 4.0的速度上了 电源是MPGA 1000G PCIe 5 1000W功率金牌转换率加上全日系电容 用来带这次的配置可以说是再轻松不过了 散热则是MH Core Liquide C360 标准的360规一个水冷 而同时不论是风扇或是冷头也都有非常亮眼的RTB灯像 待会也会用来看看用它来压14710K会有怎样的表现 大体介绍了这一次的装机配置后 现在马上就是要进入到装机过程了 装好了之后来看看Intel官方默认模式下的表现 首先直接进行FPU单烤测试 在开始烤机进行到一分钟后 这颗14710K的温度就已经飙到100度了 功耗也就顶着253W的上限 频率也降低到了5.1G和4.1G 嗯,果然即便是Intel官方的默认模式 还是压不住这颗14710K 看来手动降压还是无可避免的 不过在进行降压操作前 先来看看它在City Bash R23的跑分情况 达得分2169分 多额得分33972分 很明显的多额得分由于默认模式的限制 无法把完全的性能给发挥出来 接着也来看看3.8G的跑分情况 Transpy跑分获得了总分23238分 其中CPU分为19658分 而最新的Steel Norman跑分测试里 则是获得了5531分 大致上了解了这台主机的性能表现 接着就是要来进行降压操作了 这次还是均选我之前分享的简易降压操作 在主板更新了最新BIOS后 仅开启MSI Army Limit的模式 以及手动设置防掉压和手动输入电压值 完成了降压操作后 再次进行FPU单烤测试 此时在FPU烤器测试进行超过30分钟后 CPU Backage的温度落在了88度左右 功耗维持在228W左右 频率也就跑到了完整的5.5G加4.3G 换到了Cinebench R23的跑分 达到跑分为2173 没有明显的变化 多得分则是获得了35,792分 对比起Intel默认模式提升了5.3% 接着来看看3DMark的跑分表现 Time Spy获得了总分23,595分 CPU分则是获得了21,374分 对比起Intel默认模式 CPU分是提升了8.7% 6DM则是获得了5,558分 对比起默认模式没明显的提升 最后来看看在完成了降压操作后 在游戏里的表现 由于最近我天天都在挖黑中挖悟空 就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吧 我分别测试了2K以及4K两种分辨率 2K分辨率的画质设定为100%超彩 关闭增深层和全体光剧功能 画质为超高并单独将贴图特效以及全局光照设置为中 4K分辨率则是开启DLSS质量档 关闭增深层和全体光剧功能 画质为高并单独将贴图特效以及全局光照设置为中 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画质设定 而主要还是我这段时间有 可以手挖悟空后的体验结果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将帧数控制在能够长时间维持80帧以上 这样就算遇到比较复杂的场景 帧数大多都能够维持在60帧以上 对了 增深层是能不开就尽量别开 我个人觉得宁愿将画质稍微降低一点 也不打算开启增深层功能 最终2K分辨率跑出了平均77帧 4K分辨率则是平均84帧 整体体液会比较丝滑流畅 两个分辨率在第4章实际游玩也能够跑到平均7-80帧左右 流散度还是挺不错的 而碍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进行更机智的降压测试 这个性能表现我个人觉得已经能够接受了 性能测试完了当然也要回到这次的倍插主题上了 不得不说倍插设计的一大好处就是大大降低了理线门槛 特别是这类海挤防机箱需要搭配较多的风扇 而如果风扇又不是采用串联设计的话 那么多把风扇所拥有的接口线材 对于一些新手玩家来说要理线确实是蛮痛苦的 而倍插设计就能够无脑的像这样把一堆线材集中在背面整理 比如这次的装机我就是一口气将正面的硬件都给装好后 再换到背面慢慢的将所有风扇接口和电源接口的线给音域接上 确实比较无脑和方便一些 当然对于一些老手们来说 背插设计也确实会带来一些习惯上的不便 这一点确实是目前背插设计的不足与缺陷 因此如果你也对背插设计感兴趣 那么我还是建议先做出功课 确保背插设计带给你的更多是优点 而不是缺点 特别是硬件之间的兼容线是一定要事先确认 确保背插主板与背插机箱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而这次的微星背插全家桶唯一的遗憾就是 显卡并不是背插设计的 但好在我这次的装机是竖装形态 同时显卡本身是采用12F Hyper-Wer接口 显卡的供电线也不明显 所以整体的观感并不突兀 不过要是入后能够推出背插显卡自然是更加完美的 那当然千万不要学隔壁那种背插接口就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链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